中央银行6月下旬 在美国联准会宣布暂停升息之后 紧接着也宣布了暂停升息 这浪已经突破2%的房贷利率的蝸牛族 是松了一口气 但没有想到的是 央行却突然宣布了第5波的打房措施 严令自然人购买第二户的贷款陈述 最多只能到7成 这一举措让房地产 整个业界包括贷销、仲介 各个业者都是昏了头 据我了解业者们是立刻 紧急召开会议 会后都认为事态严重 而且研判央行的目的是铁了心 要立足资金流进房市 那钱不进房市 那民众的钱还可以去哪呢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今年适逢总统大选年 过去的经验是 只要逢大选 房市一定转贷 房地产业界都有杜晓月的心理准备 事实上 今年的房市确实是很冷 今年1月到4月 全台买卖移转动数的交易量 只有84884户 这相较去年同期是大幅减少了25.3% 如果以六都最近一次释出的数据来估算 1月到5月 全台交易量也只有8万6千多户 这年减的幅度仍然是超过两成 那既然房市已经屈冷 央行为什么还要出重手打房 而且是出了超级重手 央行这一轮的打房 是从2020年12月开动 一直是打到这一次 算起来已经是第五波了 上一波的第四波 是2021年的12月 也就是间隔了一年半 再次出手打房 这也难怪让房地产业者是大吃了一惊 让房产业界头痛的是 目前的房市已经是够冷清了 央行除了祭出新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还针对自然人特定地区的 第二户购物贷款 做出了新的紧缩政策 不仅是维持原先的 没有宽限期的规定 而且更把可以贷款的额度 是降到只有7成 这真的是造成整个房地产业界的人羊马翻 同时7月1号 内政部的打房重要政策 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又要上路了 那针对房市 这个内政部的左勾权迎面而来 央行的右勾权却是意外的 先挥中了房地产业者 业者紧急评估之后 认为这冲击实在是不小 那么回顾央行从2020年年底以来 总计5波的打房措施 第一波是针对自然人一般住宅 限制购物贷款 第三户以上的最高贷款层数 上限是6成 同时取消了宽限期 这很明显 说的过去了 是针对投资客 因为买到第三户 多半是带有投资目的的 打投资风 其实不无道理 之后紧跟着 三个月之后 2021年的3月18号 央行寄出了第二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把第三户购物贷款层数的上限 再下修到只有5.5成 而且第四户以上的最高贷款层数 也把它改成是5成 还有就是豪宅的部分 也限缩贷款层数到5.5成 那如果已经有第三户贷款 第四户最高的层数 就只有4成 这个是进一步限缩 多屋贷款族群的 杠杆操作空间 避免过多信用的资金 流向不动产市场 但是没有想到 央行是连两次打房 房市居然是越打越热 2021年9月 央行只好再度加码 选择性信用管制 针对了所谓七大都会区 也就是六大直辖市 再加上新竹县新竹市 定义为所谓的特定地区 新增规范在这个特定地区 里面的第二户的购物贷款 不得有宽限期 这一步已经很明显的 打到了部分换屋族群 因为一般换屋 大多都是先买后卖 比较少先卖后买 所以都会被算成是第二户 但是其实目的是换屋 不是投资 不过没有宽限期 其实还好了 因为换屋族 其实都想要早一点 把这个贷款还清了 没有宽限期 其实影响比较不大 但是对投资客的资金调度上 就有不小的影响 第四波打房 在第三波的三个月之后 就出牌了 这2021年12月 央行再次祭出了选择性信用管制 把第三户购物贷款的层数的上限 再度下修到只有四成 而且豪宅也降低到最高的贷款层数 只是没有想到央行打房的这个口袋战法 这一次出手是进一步收紧到了自然人第二户贷款 只能七成 这扫掉的一成到一成五的贷款 就让准备买第二户的换屋族是很头痛了 如今全台房价是高涨 随便一户在都会区 至少也都2000万的房价 扫掉一成到一成五的贷款层数 就等于说要增加自备款200万到300万 那这样一来三成的自备款也就是600万 那这真的会让换屋族头痛吗 那当然最头痛的还是代销业者 代销业者即将面临预售屋不可换约 以及扫掉自备款而升了打退行股 买客了这个双面的夹级 这业者研判央行是怕银行的钱 是一直一直流进房市 但是民众不买房钱会去哪呢 当然就股市嘛 问题是股市能年年好吗 如果再来一次2022年的大跌 流进股市的钱会不会受伤呢 我个人认为对民众而言 这个前进房市或是前进股市 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那房市至少多了自用的实用性 那股市则是没有实用性 这两者长期都有增值性 也都有风险性 所以做好自身的财力评量 而且看对趋势掌握高低点 你才会是赢家啦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 准时上线 终于早上收很高的 这是您的眼睛